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凯西 当地时间6月28日,哈利王子出现在一段视频讲话中 尽管据每日邮报报道称,这是他在美国加州时拍好的视频 但却也是他回到英国后的首次发声 先年36岁的哈利之所以录制这段视频,是为了线上颁发的戴安娜奖 一个旨在反映威尔士王妃信念,即年轻人有能力改变世界的奖项 哈利王子在演讲中提到了威廉王子 他说,本周晚些时候,我和我的哥哥要迎来我们妈妈的60岁生日 他会为你们所有人而感到自豪 我们的妈妈,相信年轻人有能力改变世界 哈利能够提到威廉,被认为也算是一种示好的表现 虽然听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在演讲中,哈利还提到了梅根 这就让网友们觉得太过刻意了 他说,梅根和我从根本上相信 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变革的风口浪尖 有网友认为,哈利如此说,就如同梅根是对世界有着非凡影响的大人物一般 但事实并非如此 梅根基本上已经确定不会到英国陪丈夫参加婆婆的雕像揭幕仪式 不过身在英国的凯特王妃可能也不参加,却是多少令人觉得意外的 不过据第六页报道称,凯特缺席也是威廉的一种态度 威廉厌倦了上演兄弟间爱恨情仇这样的戏码 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妻子再卷入其中 可以说,这是威廉对凯特的一种保护 而由于疫情而产生的所谓的人数限制,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威廉希望将缅怀母亲作为当天的重点 而至于他和哈利之间的关系,那不是当天他需要考虑的 因此凯特也不必作为所谓的调解人,让人们品头论足 凭说他是否促进或是没有促进兄弟俩的和好 另据报道称,查尔斯王储也会缺席这个仪式 而身为前夫的他也没有找借口 只是说,不愿旧伤再次浮出水面 在查尔斯看来,那些过往的快乐、悲伤和遗憾 作为记忆留给自己就行了 知情人士如此说 接下来是,戴安娜生命的最后一天 跟威廉·哈利通电话 在酒店和住所来回折腾 2021年7月1日 对于英国民众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戴安娜王妃诞辰60周年 为了这一天,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在4年前 戴安娜去世20周年时 就发声明要为母亲在肯心顿宫立一尊雕塑 当然,这一天也势必会让一些人难过 一朵美丽阳光的英伦玫瑰 曾那样热烈地开放在公众的视线中 可在他即将迎来人生绽放的时候 生命却戛然而止 后来,威廉与哈利回忆这件事情 哥俩个同时表达了沉痛又难以接受的心情 如今,距离他去世已经24年了 人们是不是还记得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天都经历了什么吗 是的,戴安娜被永远定格于1997年8月31日这一天 而这一天之前,却是他人生少有的幸福时刻 据说,他与男朋友多迪·法耶兹正在南法共度美好时光 而多迪则准备于第二天在巴黎向戴安娜求婚 我们且不管,这是不是真的 只是人生没有烦心事 身边伴有心爱人 这样的生活本身就很美好,不是吗 8月30日下午4点半 戴安娜与多迪入住利兹酒店总统套房 这是多迪家的产业 住什么样的房间,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一切安排妥当 戴安娜给自己的两个儿子打电话 这时的威廉只有14岁 而哈利也只有12岁 他们正随着父亲在巴尔莫拉城堡暂住 快乐的暑假让两个少年忘记了所有的烦恼 接到母亲电话的时候 他们正玩在信头上 所以威廉先接听电话 然后很快将他交给哈利 这件事对于威廉而言是一辈子的痛 他曾这样说 如果我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 我不会那么快挂电话的 我永远也无法释怀 而哈利也同样后悔不迭 如果我知道 那是我最后一次和妈妈说话的机会 我会 现在回忆起来 真的太难过了 但世界上哪有什么后悔药呢 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40分了 戴安娜放下电话 做了短时间的休息 于7点钟与多迪碰头 去了多迪在巴黎的住所 原本因为狗仔的监视 他们不堪其扰 所以只能躲到9点钟才出去吃饭 可最终还是被狗仔队发现了 都转一圈之后 戴安娜与多迪放弃了吃饭 直接返回酒店 这时已经将近10点 在房间中 两个人吃了真正的晚餐 用餐之后 稍事休息 并做出一个决定 离开酒店 去多迪住所过夜 这当然是出于对狗仔队的摆脱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决定是如此错误 8月31日凌晨12点10分左右 戴安娜与多迪坐进了车子 然后心情愉悦地坐上一辆高级车 车子一开出 狗仔队便骑着摩托车追了出去 司机为了甩掉这些追踪者 不由加快了速度 据说当时的车速超过了100公里每小时 然后当车子行驶到隧道中的时候 快速转弯的惯例让车子失去控制 狠狠地撞到了隧道的支撑柱上 然后又被反弹回来 再次撞到隧道墙面上 没有系安全带的多迪当场死亡 戴安娜则在撞坏的车身中解救出来 可是 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事件 没有人将戴安娜第一时间送医院抢救 原因也很可笑 说 怕到处活动会错过最好的抢救效果 我们有最基本的医疗常识 显然这个借口让人说不得什么 但法国的医护人员都在现场 不知道如何将一个受伤的人送医 这恐怕说不过去 难道以他们的意思 戴安娜就不能动地方了 那为何要在近一个小时之后 才将其送往医院呢 根据时间显示 戴安娜被送到医院时间 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这距离车祸发生 已经过去了一小时40分钟以上 这时的戴安娜已经非常虚弱 很快在抢救之后被宣布死亡 这时时间指向了8月31日凌晨4点 这是戴安娜最后的时光 她恐怕自己也没弄清楚 怎么会在突然之间与这个世界诀别了呢 假如她有预知 恐怕狗仔队再怎么追踪 也不会选择半夜时分换地方居住吧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人间没有后悔药 也同样没有重新选择的无奈 戴安娜的离开虽然突然 可却非常真实地告诉我们 活在当下一切的遭遇都是正常的 只要真正想要改变的 那才是不正常的 同时这对于威廉与哈利来说 也将会是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他们曾在几年前拍摄过一部纪录片 戴安娜王妃 我们的母亲 从这种怀念就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王子对这件事根本不能翻篇 因为那是他们永远的妈妈 关于戴安娜的一生可谈论的部分非常多 她的美貌 她的婚姻 她的善良 唯有这件事让人耿耿于怀 她明明已经走出了王室 即将迎来人生全新的开始 最终却莫名失去了生命 太多人会没办法面对这一事实 就连威廉与哈利 在送别母亲的时候都不知道做何表达 最终他们只是将写有妈妈一词的妈妈 放在戴安娜的棺木上 这是最后的爱 也是最后的呼唤